那我们就要来进到这篇信息里面 讲到与神圣三一同活的 第一个部分 讲的时候 他的同在 也讲到说 他的这个人位 在我们的里面 与神圣三一同活 第一个部分呢 是讲到与基督 这以马内力同活 在这篇信息里面呢 特别强调 基督是这位 以马内力 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非常的清楚 以马内力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不仅在旧约的时候 以赛亚书他就有预言 这位神 他要与我们同在 并且在新约的一开始 在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三节 他是引诱以赛亚书的 其实他那边说到 看哪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能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力 所以以马内力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在这个神的经约 或是讲到他的分次的里面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阶段 他与我们同在 他与我们同在 乃是他成为肉体 与我们同在 这是在马太福音的一章里面 已经很清楚的揭示了我们 这位童女怀孕生子 他仍给他起名叫做以马内力 就讲到这位神 他要与我们同在 这应验了 在以赛亚书 其实他那边所说的 这是讲到第一个 但是呢 这个是就外面来说 这位耶稣 这位神 他已经与我们同在 是在外面 我们可以亲自来接触他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 这一件事情的内在意义 这一件事情的内在意义 就是神成为肉体 乃是这位无限的神 看不见的神 他今天进到人的里面 神性带到人性的里面 这是神成为人的一个 所谓的内在的意义 也就是他与我们同在 所以他这里说 他成为肉体与我们同在 还不只是在外面 我们可以看见他 可以摸着他 可以与他交谈的 这样的一个同在 更是呢 他做到我们的里面 与我们同在 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呢 我们看起来是在外面 他与我们 这样的一个同在 从一个无限的神 变成一个有限的神 我们能够看见 我们可以摸着 可以与他交通 但是他真正的 要与我们同在 乃是他要进到 我们的里面 所以基督这位 神成为肉体的 这段时期里面呢 事实上呢 他就在做一件 与我们同在的一个模型 神人的模型 所以直到他从死里面 复活之后呢 他成了赤生命的灵 这个赤生命的灵 就是那灵 也就是约翰福音 十五章里面所说的 这位子 这位耶稣呢 他要求父 另外拆遣一位宝慧师 他要与我们同在 接着耶稣说 这位宝慧师呢 就是实际的灵 所以当主耶稣 从当主 从死里面复活之后 他成了赤生命的灵 就是实际的灵 这实际的灵 要引导我们 进入一切的实际 他要进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说实际的灵 他就是这位终极完成的三一神 他要住在我们的里面 就是实际的 这个以马内力 在我们的灵里面 与我们同在 所以主耶稣在 马太福音的十八章 甚至到二十八章 虽然他那时候是在外面 我们可以看得见的同在 但是他那边就说到了 只要我们在我们的剧集里面呢 他就要与我们同在 有两三个人被聚集到他的名里 那里就有他要与我们同在 并且呢 他要天天与我们同在 这个同在呢 就不是主在地上的时候 那时候的同在 与我们同在 乃是他成了这实际的灵 进到我们的里面 与我们同在 所以在保罗的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二节里面说到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 今天主成了这保罗万有赤生命的灵 成了这实际的灵 就与我们的灵同在 所以他今天在我们的灵里 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的灵呢是以马内力的地 这是朝廷所无法 供取所无法占领的 所以感谢主 今天主在我们的灵里 与我们同在 天天与我们同在 所以呢我们就需要在他神圣的同在的里面 这边讲到我们的经历 我们如何来经历呢 与基督这位以马内力同活的路 在我们的生活中 也在我们的工作中 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需要凭基督这位以马内力 活在我们的里面 并且呢他要与我们同活 所以要以他做我们的生命 和做我们的人为 我们就有他的同在 这怎么说呢 在哥林多后书的二章十节 有说到说 保罗他饶恕了 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基督所已经饶恕的 他说是在基督的面前 为你们饶恕的 这边要注意一下这个面 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同在 那是讲到这个在外面 我们可以看见的这个耶稣的同在 但是这边所讲的这个面 就是这个眼睛下面的这一个部分 今天这位基督呢 已经在我们的里面 他要与我们同在 怎么呢 怎么来我们的生活呢 就需要常常到主的面前来 就是从主他给我们的反应 就是从他的眼神 我们常说的眼神 看到当我们与这个人交通 非常亲密 知道他的时候呢 认识他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他的眼神 就能够明白他的心意 所以他今天呢 在我们里面的同在呢 就像这样的一个亲密的一样 当我们到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看见他的眼神 我们就知道神的心意了 所以这个就要成为我们的生活 所以今天基督在我们里面的同在 就是如同这样的一个同在 并且呢 我们所有所做的事情呢 都必须凭主的同在而做 所以这边有几个字 有几个词 第一个是道路 第二个是地图 第三个是个准则 讲到这些呢 都是基督 做我们的道路 做我们的地图 做我们的准则 所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工作 都要以他做我们的道路 以他做我们的地图 以他做我们的准则 我们需要学习在他的保守 展管管理和指引之下 这个呢就是摩西所祷告的 我的同在 你的同在要与我同去 这不仅是外面的 更是里面的 而且这里面呢 不是只有在一起而已 乃是呢我们看见了 这位神他的脸面 看见了这神 在他的眼睛下面的 那个部分的那种感觉 那种发表 这样的同在是深的 是更深的 不是只有外面 在一起的同在而已 所以我们需要 借着这样的一个主 在我们里面的 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需要得着他的同在 所以这段呢 我们有一个总结 整个新约呢就是 以马内利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从第一个神人 他是神与我们同在 刚刚说到了 这位耶稣生下来 他可能是在外面 与我们同在 但是到最后呢 他要在里面 与我们同在 一直到结束于 一个伟大的神人 就是这个新耶路撒冷 就是耶和华的所在 所以这边在希腊文里面呢 在马太福音的一章里面 所提到这个同在呢 事实上就是with 就是同者的意思 与某人在一起 但是呢 在发展的过程的里面呢 他进到我们的里面了 与我们同在 一直到最后的时候呢 成了耶和华的所在 这个原文就是 耶和华在那里 就是耶和华在那里 所以到最后的时候 新耶路撒冷 新耶路撒冷就是 神的丈母与人同在 他这边说到 他要与人同住 神要亲自与我们同在 也做我们的神 Amen 现在我们看第二段 有复活的基督 都活在信徒里面 这一段呢 特别提到复活这一个词 那复活是什么呢 约翰福音的11章25节 耶稣对他说 对对马大说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所以圣经很明言的就告诉我们 基督就是复活 但是在这一段的里面呢 他讲到两个 一个是讲到赤生命的灵 一个是讲到耶稣的人性 那这个呢 都和复活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呢 这个就是复活 为什么说赤生命的灵 乃是这位复活的基督 或者说赤生命的灵 就是复活呢 因为基督已经成了赤生命的灵 末后的亚当成了赤生命的灵 而且赤生命的灵 那灵呢 就是实际 所以赤生命的灵 就是实际的灵 他也是复活 他是这位复活基督的实际 里面呢 带有基督 这位复活基督的大能 所以今天 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内住的灵 就是这位复活的基督 并且呢 有一个复活的大能 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今天的 今天神呢 就借着在我们里面的内住之灵 还有我们外面的环境 来做一件在我们身上 杀死的工作 并且呢 将他自己呢 分赐到我们的里面来 这个目的呢 就使我们能够显大基督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操练呢 在我们的灵里面 来祷告 唱诗 赞美 或与神交谈 我们就能够 满有那灵 复活的实际 所以感谢主 今天在我们里面呢 有这位内住的灵 有这位复活的基督 住在我们的里面 祂是那实际的灵 要把这一切的实际呢 供应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只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转回我们的灵里 祷告 颤诗赞美 与神的交通 我们就能够满有那灵 第二个是讲到 耶稣的人性 祂也就是复活 因为在这里呢 耶稣的人性是讲到说 是祂在复活中的人性生命 虽然说 这时候呢 主还没有经过 死而复活的过程 但是事实上来讲 这位基督呢 祂在地上的生活 就是过一个 死而复活的生活 因为祂这个 祂不是凭着祂自己 乃是凭着另外一个源头 就是祂的父的这样一个 而活的 所以讲到说 基督在这地上呢 祂常常将自己交于死 因此呢 复活就在祂的生活中 显明出来 所以祂所做的这些事情 祂的生活的每一个部分呢 都是这个神人生活 就是祂的人性生活 就是这个神人的模型 这个模型呢 就是在人性里否认自己 而凭着这个复活的生命 这神圣的生命 从父来的这个生命而活 所以你看 主在这地上的时候 祂说什么 祂说从自己不能做什么 祂也不寻求自己的意思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祂才做 那父怎么听见 祂就怎么审判 所以祂说是寻求那位 猜他来者的意思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今天基督在地上 祂所过的一个生活 虽然是一个人性的生活 凭着这耶稣的这个生命 所过的这个生活 但是这个生命呢 不是凭着祂自己 乃是从这个另外一个源头 父而来的 祂说凭着神圣的生命 这生命也是一个复活的生命 在这里面呢 过生活 所以主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在当时的人看起来 是一件非常奥秘的事 甚至呢 如果今天我们今天 如果凭着这复活的生命而活 人也看我们是一个奥秘的人 但是呢 我们就是需要在这神圣而奥秘的氛围里 Amen Aleluia 这样呢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享受这位基督复活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的活出 Amen 所以他那边举了一个例子 所以我基督应该是我们的生命 生活和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 讲到一个亚伦发战的势力 讲到旧约民宿记的时候 17章 那和耶和华吩咐这以色列 按照他们的宗族之派呢 各拿出一支战出来 这个战呢一共12根 每一个战上面呢 都需要写上他们的名字 其中来讲 利维加呢就是亚伦 他的这个战上面写上他的名字 就放在这个约柜 前面的约板 约板的前面 那这耶和华神特别说 我拣选的那人 他的战必发牙 我们要知道 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所拿出来的那个战 是已经枯枝了 已经是枯死的 怎么可能会发牙呢 那这是一个奇迹 会有这样一个奇迹呢 完全是神做的 这不可能是人做的 所以这个战呢发牙了 这证明这是神的显明 神的做的 好 所以在这第二天的时候呢 摩西进到这会幕里面去的时候 就看到利维加写上亚伦 亚伦那支枯枝上面 写上亚伦名字的那个战呢 已经发牙了 而且呢还开了 而且还长了花包 开了花 结了果 结了熟性 这说明了说 这完全是一件复活的事 完全是一个复活的生命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是不是都像这些枯枝一样呢 对不对 我们今天如果要在我们身上 显出这些的花包 花还有这个熟性 绝对是要借着这个复活的生命 坐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才能够有这个结了 才能够开花 结了这个熟性 所以这个讲到说 复活乃是神拣选的根据 侍奉神的永远原则 所以我们今天要能够来侍奉神 要谋神的悦纳 绝对不是凭着我们天然的生命 也不是凭着我们天然 我们的才干 所能够做的 这完全都是在一件 复活里面的事情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复活的基督 我们就没有办法来侍奉神 所以我们要在神所侍的这执事上 有权柄的话 这完全是一件生命里的事情 所以使徒呢 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后书 这也可以说是他的自传里面说到说 他能够做到这件事情 能够经历天天食天天活 能够为着这些圣徒摆散这一切 所遭受的所有的苦难 这完全不是在于他自己所能够做到的 这完全都是在于神的恩典和怜悯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和怜悯 临到使徒保罗的身上 保罗就没有办法来侍奉神 他也没有办法呢 经过这样一个过程 好叫这复活的生命呢 在他身上呢显明出来 所以我们能够 有资格能够来侍奉神 完全都是出于神 不要觉得说我们有什么样的能力 我们有什么样的才干 我们能够来侍奉神 这完完全全都是神的恩典和怜悯 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立场能够骄傲 我们只能够服在神的面前说 主啊谢谢你 一切都是于你的恩典和怜悯 所以我们能够来侍奉你 所以总结一下 复活的经历 第一个不是凭着我们自己能够做的 第二个呢 一切都是神做的 不是我们自己 一切乃是神 所以我们所做的都是在天然的范围里面 只有神所做的才是在复活的范围里 所以在甘木的最后一段呢 他说到说 唯有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的三一神 作为包罗万有的灵活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才能够做基督徒和得胜者 所以得胜者呢 不是凭着我们的天然做出来的 得胜者呢是凭着这位终极完成的三一神 活在我们的灵里 我们才能够成为得胜者 所以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都能够像保罗一样 在菲律比书四章十二节说到 我知道怎样处悲剑 也知道怎样处富裕 或饱足或饥饿或富裕或缺乏 在各世上 并在一切世上 我都学得秘诀